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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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长平先生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采访 欢迎长平先生 您好 观众朋友好 我们知道1989年天安门事件 31周年的日子很快就 纪念日很快就到了 那我们看到在31周年来临之际 有一个非政府组织叫记者不过界 他发表了一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开门就点开说 天安门事件31年过去之后 中国仍然是新闻自由的最大的敌人 那么我想请您来给我们点评一下 就是在30多年来 中国在新闻自由方面是有进步呢 还是确实是倒退了 就是记者无国界这样的一个说法 说中国是新闻自由头号敌人 这种说法是不是恰当呢 31年前 中国人用巨大的勇气 拉开了新世界的帷幕 八九民运 它是促进了苏联东欧巨变的发生 也给中国人带来了1949年以来 罕见的自由 其中包括新闻自由 当时包括官方的新华社 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青年报等在内的媒体 这个就是官方主要的这些媒体 都对这个学生的抗议活动 进行了较多的报道 尤其是这个5月18日 赵紫阳 乔斯福起地到医院探望绝世学生 以后 被认为了中国新闻 进入了1949年以后 最自由的三天 就是5月17日 18日 19日 当时电视实况 报道了全国各大城市 数万人的游行 这个各个报纸的头版 都刊登了这个天安门广场 绝食学生的现场照片 和市民的这个支持 学生运动的这些照片和文字 那在六四屠杀之后 这个新闻的管制 据我了解 这个新闻管制 被认为是他们的这个教训之一 尤其是中共在派人考察 在总结苏联东欧的剧片之后 把媒体管制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在那以后 言论管制就日益加紧 尤其是随着这十多年来 这个数字化的 尤其是随着这十多年来 这个网络技术的发展 这个网络作为一个工具 它并没有像当初想象的那样 带来更多的这个 公民个人的这个言论自由 和公民运动 促进公民运动的发展 它更多的为中共所用 这个建立了 严密的数字管控系统 又尤其是在这个新冠疫情之后 新冠疫情之中 通过健康码等数字化的管控 这个是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 颜冬的状态 这个在历年来的 这个新闻自由排行榜中 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中 中国都是倒数五名以内 今年4月五国界记者发表的 这个新闻自由排行榜 中国是全球倒数第四 而且这个倒数第四啊 和另外这个倒数前三名的 阿里特里亚 土库曼和朝鲜不一样 中国是掌控了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 并且有能力渗透全球 影响整个这个世界的新闻自由 改变全人类的文明规则 所以它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倒退 好的 谢谢常平先生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今年啊 特别是 我们知道这个每年这个香港民众 都会在这个维多利亚公园举行 那个维园烛光集会 来这个悼念六四这个周年 那么悼念这个逝去的人 那香港其实也是这个中国土地上 唯一一个地方可以公开 来这个悼念六四的这样一个地方 但是今年呢 这个当局是以这个新冠疫情为由啊 然后禁止今年这个民众去这个维园 来进行这个烛光悼念活动 也是非常的令人遗憾 那么刚才你也谈到这个中国政府 是用这个用这个新冠疫情为借口 来打压进行进一步的打压这个公民的自由 还有言论自由 包括新闻自由 那么在您看来中国当局 是怎么来用这次的这个疫情 来破坏进一步的破坏新闻自由的呢 正如五国界记者所表示 中国过去一年来快速提升资讯监控 与审查机制 并持续迫害与关押记者 这个这导致新闻自由在中国 和亚洲面临前受未有的危险 在新冠疫情期间 可以说正如当年 毛泽东一再的感谢日本入侵一样 中共应该是感谢新冠病毒的肆虐 要不然他们不会这样 肆无忌惮地利用这个机会 这个加强言论控制 甚至人身自由的控制 即疫情之期 直到现在疫情 可以说大大的缓解了 中国内地也逐渐的复工了 但是通过健康码等这个数字监控 对言论自由甚至人身自由的管控 不仅没有放缓 反而有所加强 另外就是根据五国家记者的统计 中国目前是全球关押记者数目最多的国家 他们统计到的 有一百多名中国记者遭到监禁 包括维吾尔族人的媒体工作者 也包括西藏的媒体工作者 也包括去武汉 希望报道新冠疫情的几名中国记者 那么我们注意到在记者五国界的报告里面 就这个文章里面 他也提到 中国现在是在海外进行新闻宣传的一个布局 包括几大官方媒体官媒机构 在海外的布局 那么我们注意到美国的新闻报道 还有政府的报告里面 也提到中国政府的官方媒体机构 在海外的大规模的宣传扩张 那么包括在自由的互联网上 还有社交媒体上进行一些宣传公示 那么就这些举动 这些行动对世界的新闻自由 这个报告说 就是记者五国界的组织的文章也说 这些行动也会对这个世界的新闻自由 全球的新闻自由 进行一定的这个消极的负面的影响 或者是一些破坏 那么想来听一听您对于这个层面上的 这个观察和看法 就是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的这些举动 海外的这些扩张行动 是怎么来破坏世界的这个新闻自由的 中国称为大外宣 大外宣是中国政府对外宣传战略及运作体系 事实上它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构建 九十年代大规模投资建设 并于近年完成了对全球媒体的深入渗透 着手部署以推广中国式专制价值观 否定西方民族和自由 维护和扩大中共的全球影响力 为目标的世界舆论新秩序 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大外宣框架 包括这个新华社中心社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卫星新闻电视 还包括包括中国日报 还有一些外文局的一些刊物 这其实是早就开始建构 而且一直都在运行 包括西方认为冷战结束之后的这些年 中共实际上从来没有停止冷战战略 而且随着经济的强大和网络技术的发展 一直在强化 那大外宣高调让公众知道 这是在2008年之后 这一年北京奥运会和这一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和国际的金融危机 让中共看到了机会 而且呢 就跟这个中共总结六四事件的发生 原因之一是新闻媒体控制不力 一样 那2008年 他们把海外对西藏事件事件的这个报道和奥运火炬的报道 这个奥运火炬遭到抗议的报道 都总结为对外宣传力度不够 所以呢 就当年的南华早报报道 2009年开始 2009年中国政府就准备耗资450亿元人民币 推动它的大外宣这个战略 也叫国家形象工程建设 所以这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其中包括外宣本土化 也就是说在国外高价雇佣外国资源 或者收买外国媒体的编辑记者和专栏作家 撰写能够让外国人接受的宣传稿件 或者是以这个广告 或者是其他这个形式 就是用大量的金钱收购和控制国外本地媒体 以外人的姿态来称颂这个中国政府 这些它事实上不是商业广告 它作为 我知道现在比如说China Watch 再包括《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南德一字报》 等全球主要新闻媒体 这些主流的判断甚至价值观 如果这些声音 它来自一个自由社会 也就是还有别的声音同时能够发出 那它可以当作多元声音的一部分 但是它是来自一个专制政府的洗脑工程的操纵 它是以这个政府一般的舆论信息 更不是商业广告 它不应该被容认 好的 好的 非常感谢常平先生 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VVV卫视的采访 谢谢常平先生 不客气 好的 今天的时达谈到这里就结束了 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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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